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道有关二分查找的算法 叫做寻找宿主的截断点 那么这道题呢,它一个特色就在于 我们二分查找的时候呢 并不是直接去比较其中宿主元素的大小 而是比较某一种规则 利用其他的不是宿主元素之间的大小 来比较的其他规则呢 来寻求问题的答案 那么大多数二分查找呢 有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你在查找的时候 你考虑的并不是原宿宿主中 原宿数值的大小本身 而是其他由宿主元素的特性 所引发出的一些其他的生成次的条件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描述 假设呢,你是知名互联网公司 假设这个公司叫BAT 他的首席财务官 那么去年呢,公司的薪资成本 也就是给员工的总共发的工资呢 是S 但由于行业的竞争激烈呢 公司去年的盈利不佳 因此今年需要进行成本控制 那么CEO呢就要求你把所有的薪资 控制在一个总量T 这个总量T呢肯定是比去年要小的 因为我们要控制开支嘛 同时CEO希望你对每位员工的收入呢 设定一个阶段值 也就是对员工的收入设定一个天花板 那么对于每一个年收入高于这个数值P的员工呢 把他的收入减少到这个P 对于这个年薪达不到这个P的员工呢 那么他们的薪资就保持不变 所以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的话 假设员工的薪资分别是90个单位 30、140和20 同时设定为210 那么原来的这个值呢 比如说原来这个S值呢 是90加30加100 这个是220再加上60是280 那么现在要把它降低为210 那么这个题目的要求就是 你只要我们把这个阶段值设定为60 也就是说工资高于60的全部降低到60 工资低于60的保持不变 那么这样的话 无员工的薪资变成60 这个90转换成60 这个100也转换成60 剩下的30、40、20 由于低于60 它的值都保持不变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个薪资加总 正好在210上 于是呢 按照这个规则呢 员工把所有 这个CEO呢 把所有员工的工资都交给你 并把这个薪资控制的这个总数额T 告诉你 那么你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算法 去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点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描述呢 更加数学化一点的话 它是这样的 假设一个数组A呢 它含有N个元素 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呢 全都是非复的 同时我们给定一个值T 那么这个数组A中 所有元素的核是S 这个S肯定是大于T的 那么给定这个T之后呢 设法要求你找到一个阶段值P 那么用这个阶段值P呢 去修改这个数组中的元素 查找数组中的元素 如果数组中元素的值呢 比P要大 那么他就把这个值减少为P 如果这个值小于P呢 这个元素就保持不变 那么这个减 通过这个阶段值 把数组中的元素进行修改之后 并且要满足这个条件呢 就是使得它的这个总和 元素的总和要恰好等于T 所以就是这么的一个算法 那么大家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想法呢 这道题的难度是不小的 如果题目不是提示去使用这个二分查找的话 那么要找到解决它的线索呢 其实并不容易 那么我们以前说过 面对一个算法题呢 如果它包含数组的话 同时呢 又考虑到要这个查找的话 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先要进行排序 那么排好序之后 有可能我们就能够得到解题的线索和思路 那么我们就以刚才的这一个员工工资为例 我们把它排好序之后 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原来上 刚才我们说员工的这个工资是90 30 100 40 20 他排好序之后是20 40 20 30 40 90 100 他排好序之后是这样的 那么当我们这个总和如果确定是210的时候呢 210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截断值我们现在是知道的 截断值是把这个从90开始 设置这个截断值是60 并且这个90呢 我们把它称为截断点 于是呢 从这个90开始 我们把前面的值保持不变 那么从90开始呢 所有的值都变成60 变成60 那么就可以满足这个 把整个成本控制在210个单位 这样的条件 那么当我们确定这个截断值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截断值有什么特性 现在我确定这个截断值之后 这个截断值是60 那么通过比较的话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90是截断点 因为我们要把90后 排好序之后 把90之后的所有元素呢 包括他自己 全部都变成60 所以这个90是截断点 60是截断值 那么这个截断值跟原来的数值相比 他有个特性是这样的 这个截断点 他对应的截断值呢 肯定比他原来的值要小 大家看 现在的截断值是60 原来的值是90 所以60就要比90要小 并且呢 这个截断值呢 肯定比前面 这一个元素要大 因为如果你要是把这个60要少 这个截断值要是小于40的话 那么根据我们原来的要求 所有超过截断值的值呢 都要变得跟截断值一样 那么这个40的值呢 就必须要小于 相应 这个40的值呢 就要相应的减少 所以呢 我们这个截断值呢 它的特点就必须要满足 截断值要比截断点 原来的值要小 并且比截断点前面 这个元素的值要大 这是一个条件 那么给定一个这个种值之后 你怎么去查找 这里的这个截断点呢 那么得到截断点 进而推断出这个截断值呢 如果这条题目啊 你顺着这个条件来考虑的话 顺着考虑的话 应该是不容易得到答案的 如果是逆着考虑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啊 会有新的这个想法 我们先想一想 这个截断值呢 实际上是比当前 这个截断点的值要小 同时要大于前面的 这一个元素的值 那么并且呢 从这个截断点后面开始呢 所有的值都要跟这个截断值 是一样的 那么按照这个条件 我们先创造一个截断点和截断值 假设我把这个截断点放在40这里面 假设我把这个截断点放在40这里面 那么截断值呢 我只要取一个30和40之间 它们的值就可以了 你取38也行 39也行 那么现在我们取它们两个值的合了一半 假设是35 那么根据这个截断点的 这个截断值的这个性值呢 如果这个值P 也就是我们这个值P设置成是 这个P设置成是35的话 那么从40后面所有的值呢 那么它们都必须全部转化为35 也必须转化为35 那么这时候算下来 35乘以3是105 再加上前面两个只是50 也就是T等于155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给定的这个T的值 也就是这个成本控制的值是155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应到它的截断点是40 它的截断值是35 对吧 因为我们是先把这个截断点和截断值给理定出来 最后再推导出这个T的 那么如果反过来想先给定这个T是155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办法要找到这个截断点是40 并且它的截断点是35 那么怎么找呢 现在问题是怎么找呢 我们接下来把这两个数组并列起来看一下 在T是155的时候 40是截断点 截断值是35 那么我们再把整个这个数组并列起来 这几次20 20 30 然后在这边 那么当这个T是155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上面的这个数组变成是下面的这个数组 并且呢 我们确定这个截断点在40这里 也就从40开始 把每一个后面的元素全都变成是35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给定一个是T的值是155了 假设我现在知道的是这个T的值是155 但我并不知道这个截断点应该处于哪里 假设我并不知道这个截断点应该处于40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猜测这个截断点并不处于40的话 而是处于90的话 会有什么那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处于90的话 那么90前面的元素呢 都必须要保持不变 这就意味着这个35呢 必须变回40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35 前面这个35变成40 但我们要总量要保持155不变的话 那就只能要求 这个假设我们这个截断点是90的话 同时这个总量保持不变的话 现在原来这个35变大了 那么后面这30这两个35呢 就要拆出一对半的值 去补贴原来前面这个35 使得它变成40 那么原来在这里这个值呢 实际上是35 现在它要变成40 并且我们后面的这个值呢 都要保持一致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原来35到40 它之间的差额是5 那么为了保持后面这些截断点呢 它的值从截断点开始之后 它的截断值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从后面的两个35中 拆出一部分的数值 补贴到原来这个35之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35才能够增长成40 那么这个三两个35拆多少呢 它们每人要拆2.5 补贴到原来这个35身上 它这个35才会变成40 所以为了保持这个总量不变的话 我们这里要拆2.5出来 这里要拆2.5出来 于是呢我们就变成了这样的情况 32.532.5和40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总量t是155 并且我认为这个截断点应该在90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要在截断点之前 它们的值保持不变 最后得到的这个截断值是32.5 那么得到32.5之后 大家看一下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截断点的截断值呢 它一个属性就是必须要满足 它的截断值小于截断点原来的值 并且大于截断点前面元素的值 现在这个32.5呢 显然是小于前面的数值事实的 因此呢 这个我们找 我们就表明在这里面 我们找这个90作为截断点呢 应该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个 我们假设这个90是截断点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截断值是32.5 它比前面这个元素的数值要小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么真正的截断点呢 必须在前面90的这个 前面这一部分的数值里面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在前面这一部分数值里面呢 数值元素里面呢 再去判断这一个截断值 OK 所以说当我们这个T4155的时候 正确的这个截断点应该是在40这里 但现在我假设它在90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矛盾的结论 推出来这个截断值会小过前面 这一个截断点 截断点前面的这个元素的值 那么给我们原来的假设是矛盾的 OK 那么现在我们反回来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90设置为截断点呢 是不可以的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知道90不可以 但是我们还是找不到正确的截断点 那么我们猜测 是截断点前面这一个元素 正确的截断点前面这一个元素 如果我们误认为它是截断点的话 那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如果这个截断点前面这个元素 也就是30是截断点的话 同时呢 我们又要保持这个t的总量不变 那就意味着30这个值呢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前面30是这个截断点的话 那么我们要保持这个 从30这里开始啊 要保持从截断点开始 它所有的截断值都要保持不变 那么这个截断值不变呢 同时又要保持这个 总量等于t是155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后面这三个元素呢 分别拆出一部分来 补贴前面这个元素 因为总量不变 并且要保持后面 从截断点开始的 所有截断值都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30就要适当的增加 35就要适当的减少 那么减少多少呢 就要后面从后面这三个35之中 每人拿出1.25来补贴到 这一个30之上 那么1.25乘以3呢 是3.75 所以这里面拿出1.25出来 这个拿出1.25出来 补贴出来是31点 32.75 因为1.25的话 这后面每一个人拿出1.25 所以这里面它就会变成32.75 所以这里面它就会变成32.75 它就会变成33.75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截断点是 这个34截断点的话 那么从后面开始 它所有元素的截断值都必须是一样的 并且同时我要确保总量 并且我要确保总量等于155 所以呢我们只能够把后面原来的三个35呢 各拿出一部分补贴到前面这个我们认为的 我们认为的这个截断点上来 但这么做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这个截断点的截断值呢 是33.75 它比原来这个截断点的值还要大 那么根据我们原来对这个截断点的值的分析呢 它的值是必须要小于 截断值是必须要小于原来截断点的 这一个原来的值的并且大于截断点前面这个元素的值 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新的截断点 它的值呢 比原来这个截断点原来的值还要大 所以就产生了矛盾 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正确的截断点呢 应该在30后面的这一部分元素之中 那么我们通过确定了 这个原来我们假设截断点在90的时候 判断出截断点正确的截断点应该在前面这一部分 那么现在我假设这个截断点在30这里的时候呢 判断出截断点应该在后面这一部分 所以正确的截断点应该是在这两个部分的焦点处 也就是40这里 于是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了这一个事实的 这一个正确的截断点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分析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二分查找法 来去找到这个截断点 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数主中间抽取一个元素 取中点 就是中间的中 先取数主中的这个终点 然后判断一下它是不是 如果把它作为这个截断点的话 那么判断一下最后得到的截断值 是不是满足这个截断点 截断值的特性 如果这个得到的截断点呢 它的这个截断值呢 比前面这个元素要小的话 我们就到当前的这个选中点的前半部分 去二分查找 如果我们算出的截断点的值 比原来这个截断点的值还要大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中点的后半部分的数主元素中去查找 那么这样子交叉查找的话 就可以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截断点了 这是整个算法的一个基本思维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它 我们这个算法的基本实现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呢 这个Cellery Cap点加法呢 是专门用来实现我们刚才所描述的算法的 那么在这里面它传进来的这个数主呢 就是包含着呃元素的这一个数主 那么这个CabTotal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里这个T 那么它传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对这个数主先做一个排序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说到了 要做二分查找的时候 我们也对这个数主进行排序的 所以在这里面要进行排序 那这里面呢 同时我们又创建了一个新的数主 用来计算这一个元素的值 那么这个Cellery零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排好序之后 那么这个Cellery Sum的零呢 就等于二十 Cellery一呢 这个Sum的一呢 第一个元素呢 就是二十加三十 也就是说零一两个元素的和 那么Cellery二呢 大家看在这里面它是有求和的 这个Sellery二呢 Sellery上的二呢 就是前三个元素的和 就是二十加三十加四十的和 那么求和之后呢 在有利于我们后面去做这一个 有利于我们去做相应的 相应的去做计算 OK那么到这个Gate Salary Cap的时候呢 就去执行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二分查找法了 在这里面呢 大家看在这个Y循环里面 我先去计算这一个Begin和M 计算出它的终点 然后在这个终点之中呢 在这里面我们去算一下 我们用这个终点呢 减去终点前面所有值的和 大家看这个是T嘛 这个Sellery Top Cap是T 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复制过来了 这个Sellery这个Top Cap 是我们这里面对应的T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这个终点 是在这里的话 假设一开始我们的终点 在这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大家看这个Sum 这个总共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这个Among呢 对应的是用T减去前面 用T减去前面 这几个元素的和 因为这个SellerySum呢 记录的是前面几个元素的和 那么用这个T155呢 减去前面三个元素的和 得到的值呢 再处于剩余元素的个数 得到的值 再处于剩余元素的个数 那么就得到了 我们认为如果阶段点 是在这里面的话 就计算出了它应该对应的阶段值 就对应的是阶段值 这里面 OK 大家注意 然后得到这个阶段值之后 我们再判断一下 这个阶段值是不是满足我们这一个 满足我们这个阶段点 阶段值的这个条件的 那么计算出来的阶段值 如果比当前阶段点 前面这个元素的值要小 比如说我们30 我们90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原来算出来的是 如果是90的话 算出来的是32.5 如果说这个阶段点是在90的话 我们原来算出来是32.5 我们原来的分析是32.5 然后这个是40 30 所以原来我们如果阶段点是在90的话 我们就会计算出这个possible care呢 是32.5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32.5呢 我们在这一个判断呢 就会发现 我们计算出来的阶段值呢 比前面这个元素要小 所以我们就面临了这个32.5 比40要小的情况 那么面我们这个条件判断呢 判断出了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正确的阶段点呢 应该处于前半部分 这些元素里面 如果呢 是第二部分 大家看 如果面临的是第二部分 算出来的阶段值 实际上要比它原来的阶段值 原来的这个值要大的话 比如说就遇到我们刚才原来的37.5的话 那么遇到37.5 那么就遇到这种情况 就遇到我们这个新计算的阶段值 比原来的值要大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阶段点 应该属于后半部分元素 再看就可以属于后半部分元素 那么如果这个阶段点 既比原来 既比这个阶段点的值比前面这个要大 又比现在这个阶段点原来的值要小的话 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正确的 这一个阶段点和阶段值 那这时候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面呢 就用一个二分查找法去执行我们刚才所描述的算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函数入口的这个实现 在主函数入口里面呢 我们是随机生成了一个含有十个元素的数组 这十个元素的值呢 是随机分布的 那么随机分布的话 我们就把它设定在它的值随机分布在100和200之间 有了之后呢 我们先对它做一个排序 做这个排序呢 实际上是为了去 我们预先去计算一个阶段点和结算值 做好排序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先随机的去取一个元素 取一个元素 把这个元素的位置叫做capping position 然后我们把这个元素的 把这个元素当前的值和它前面的值呢 加起来除以二 作为这个阶段值 那么作为这个阶段值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新的这一个t值 大家看 假设我在这里面排序之后 我可以随机的选取这个capping position 这个值 我可以随机的选取到40 随机的选取到40的话 我就把40和30 它们的和呢 除以二 作为新的阶段值 那么如果我取到的是40和90 取到的这个capping position是90的话 那么我就拿40和90加在一起 除以二 变成是75 作为新的阶段值 那么90就是阶段点 那么是这样子 我们先构造一个阶段值 阶段点和阶段值 然后再把相应的信息传进去 看一下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算法呢 得到的结果是不是跟我们预想的一样 OK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跑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设个断点 然后运行 调试起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一个 假设我们构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含有十个元素的这个数组 然后呢 我们随机选取一个点 也就是一 也就是这个109 我们选取这个109呢 作为一个这个阶段点 然后通过他们通过109加100呢 合在一起 他们的一半呢 作为阶段值 大家看 我们算下来是104 作为这个 它的阶段值 那么得到的总值 我们计算一下 得到它的总值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总值是1036 也就是说 它对应的我们这个T呢 只能是1036 因为我们现在算这个109是阶段点 同时它的阶段值是104的话 那么总值就是100 加上104乘以后面的 加上104乘以9 因为这里面我们从这个109 这个点开始就是一个阶段点了 由于阶段点 变了阶段点后面的所有值呢 都要采取这个阶段值 所以这个新的这个总值呢 就是100 加上104乘以9 OK就得到了这个阶段 就得到这个新的总值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运算 OK到进来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用二分查找法 去看 得传进来新的总值之后 我们能不能够逆向回来 找到这个对应的阶段点 那么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先假设终点是4 01234 假设我们这个终点是146 那么算出来 它的这个146 如果这个终点 这个阶段点是146的话 那么它算出来 对应的这个阶段值呢 应该是96 但是96的话 它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因为96的话 就比前面这个元素的值要小 所以我们就知道 当前的阶段点呢 应该处于这一部分 属于选中的这一部分 水就下来 就回到这个里面 那么我们在前面选中的这一部分呢 再做二分查找 OK 现在得到的点是1 我们第一次就走到1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算出来的这个值呢 大家看正好是104 104之后呢 然后就正好回到这里面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算法 走到前面这一部分之后 再通过 再通过一个二分查找 正好查找到109 然后查找到阶段点是109的时候 计算出它对应的阶段值 正好就是104 最后我们就可以说出来了 OK 大家看我们就找到了正确的阶段点 和这个阶段值 所以我们的结果就出来了 OK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再来一次 好 我们看一下 直接走 OK 我们选的这个阶段点是9 0 1 2 3 4 5 6 7 8 9 选到的这个阶段点是9 那么这个由于它没有选到中间去 所以太偏了 我们再试一遍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ok我们选到的这个阶段点是2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126开始 把它的阶段值设置成120 124 最后得到了这个我们算出来这个T是1222 然后给定这个T是1222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阶段点是126 并且得出它的阶段值是124 我们再进来走看一下 进来走OK我们第一次走到的节点是4 接到走到的第一个点是4 然后它的这一个可能性的值是123 也就说01234 那么就导 也就说首先我们通过折半查找 先假设阶段点在142这 然后如果阶段点是142的话 我们算出来它对应的阶段值呢 应该是123.0 123.0就比前面这个元素要小 ok就比前面元素要小 所以我们确定这个真正的阶段点 应该在前面这一部分素组 那么对前面选中的这部分素组呢 再进行二分查找 再来一次 OK得到的是1 1的话是在这里面 是123 如果把123当做阶段点的话 那么我们算出它对应的阶段值应该是123 然后我们在下面看一下 OK 那么这个值呢 123其实也是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阶段点呢 和这个阶段值呢 未必是一致的 那么现在我们找到这个只是123 然后从后面全部变成123的话 跟我们把这个阶段点是126 把它的阶段值也是变成120 变成124的话 他们算起来最终的值呢 都是符合的 也就是说阶段点和阶段值呢 并非都是唯一的 只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 OK 我们得过来 最后我们得到这个Capping position 1 那么我们最后再多运行几次给大家看一下 直接再运行一遍 好 大家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 那么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的说法呢 这里面随机找到的这个阶段点是143 是2 得到的这个阶段值是123 那么我们运行的结果还是2 也是123 是可以找到的 再运行一遍 OK 大家看 当我们的阶段点设置为7的时候 它的阶段值应该是161 我们也能够正确的找到这个阶段点和阶段值 分别是7和161 那么阶段点和阶段值呢 其实并不是唯一的 那么只要它这个阶段点的属性 满足我们原来所说的阶段点属性 最后整个数组算出来的和等于这个给定了这个新的和之后 那么这个阶段点和阶段值呢 就是能够满足条件的 所以它并不一定是唯一的 OK 那么它必须这个阶段点和阶段值还需要去看待 这个给定的数组和这个新的这个限制值T 最后就可以得出相应的这个结果 因此阶段点和阶段值并不是唯一的 但我们的算法都能够准确的找到相应的阶段点和阶段值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算法的复杂度呢 一个是在这里面需要有一个二分查找 那么前面呢 需要有一个排序 那么排序呢 对于N个元素的数组 它的排序呢 它的复杂度是N乘以logN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又需要去创建一个新的数组去存储数据 所以这个空间复杂度呢 就是on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需要newN个元素的一个存储 在这里面呢 由于我们需要排序 所以这个空时间复杂度是N乘以logN 因此我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呢 是N乘以logN 然后空间复杂度呢 是on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这一节提出的问题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可以自己尝试的调试一下 好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